在地上铺上帆布当作医疗平台 领务局与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等单位 赶紧为这只受伤台湾黑熊进行紧急医疗 短短两秒钟影片看了让人揪心 6月10号一只在花莲浊西山区的台湾黑熊 因为误中了山珠吊陷阱 左前只脚掌被悬挂在半空中 其实他的脚掌已经不是第一次受伤 脚掌上有愈合救伤 专家研判是二度受伤 尽管野保法和洞保法中有规范禁用静脉捕售夹 但领务局表示列具种类多元 法规中无法一一列出 未来修法时会检讨禁用猎捕工具项目 也说明近五年来到山林拆除的非法陷阱数量已有减少 101年拆了700多个 106年则是314个 而售夹从101年的228个到106年时降到54个 但是目前仰赖的大多是巡山医员拆查 很难根据有人设置非法陷阱的行为 我们在19条确实也有规定说猎捕这个野生动物的话 不可以用哪些方式去进行 网络上多处可以看到在贩售山珠掉陷阱 而话题也引起大众在社群媒体上讨论 甚至有不了解的民众直接把矛头指向原住民恋人 黑熊妈妈黄美秀则认为不应该扯到族群 而是政府要检讨列具管理 原住民恋人 也建议建立自主合法狩猎的管理组织 未来有机会把设置的陷阱透明化挂编号 或许还能让合法猎人将非法陷阱更有效率拆除 林伍局则回应 未来可能会依照国外方式以狩猎专法规范列具跟猎捕行为 保育团体强调台湾东部是台湾黑熊保育重要地区 相关野生保育动物救伤资源 还是需要政府重视 从那安小熊案件就发现到东部没有适合安置野生黑熊的地点 也缺乏了野生动物救生中心或专业医疗人员 林伍局说明目前东部虽然资源不如西部 但是花莲领馆处已经开始针对救援器材 专业器具或交通运输 做契约采购等筹划 希望尽量缩短救援时间 原市新闻喜故乌溜台北市采访报道